音樂 從師伯對他的互動當中 他也應該有去學習到 如何去關心別人 然後去如何跟人家互動 從別人給他的愛 裡面他學著去愛別人 所以相對的 他對家人的互動上 也有改變 也有一些改變 比以前好多 了解 各位好 歡迎收看大愛會客市 為您推薦的好戲 奔跑把飛 今天三位來賓 一一為您做介紹 首先來歡迎的是 嘉雄師兄 師兄好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繼續歡迎的是淳慧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淑敏師姐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我們看到的 這個要聊的話題呢 就是我們淑敏師姐的師兄 邱江師兄 其實是在我們的 嘉雄師兄生病之後 邱江師兄也生病嘛 因為他們兩個感情那麼好 然後看到他那種 又去這個做志工 那個以病為師的心情 您覺得邱江師兄自己生病的時候 面對的一個方式跟態度 有沒有受到他的影響 多多少少 應該是有 因為楊師兄當時生病的時候 我師兄就講 你要趕快去看醫生 他也不知道那時候 不知道什麼病 就要去檢查 那後來楊師兄他開刀回來 在野嶺的時候 他看楊師兄走路這樣 蹬蹬蹈蹈 他這樣很不捨 他說糟糕 可能楊師兄 他自己心裡我們就講 可能不久認識 他很擔心 他跟他很好 後來沒想到 他自己得了多發心骨髓腫瘤 當時他曾經告訴我 當時要坦然面對 他說楊師兄你看 還不是這麼多年都要熬過來的 然後他還是跟楊師兄一樣照樣工作 在野嶺還是在那邊拿鋤斗在工作 其實是有的 尤其是這種曾經有這麼好的一個例子 與疾病和平共處這樣子的一個心情 他也試著要努力 面對病痛的時候有時候不是說心情好 或是跟他共處就能夠很圓滿的 因為很多先天其他的條件的部分 那麼在這一次呢 飾演邱江師兄的演員伊正 他在這場戲當中是怎麼樣去呈現出來給我們的觀眾呢 我們接下來先來看這一段影片 不是 你這樣會不會反光喔 他有特別去做平光的 對啊 第一天訂裝待拍攝 所以現在一切還在這個磨合當中 這個好久沒有拍我們大愛劇場的戲了 心情有點忐忑 尤其看到這麼多老朋友他很高興 希望能把這個邱江師兄的這個角色呈現了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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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反光喔 我現在是也怕 有啊 我們一般拍戲 我也算那個老經驗 所以我們各種拍戲的配備 針對不同的角色 不管包括服裝啦 然後這個配件 眼鏡啦 領帶啦 皮帶 那我自己都會收集一些 然後根據角色不同的年代 來做搭配 那眼鏡也算是拍戲常常會用到的一個配件 那眼鏡拍戲的時候 戴眼鏡最怕什麼呢 就是那個鏡片 因為你知道拍戲都要打燈光 那這個鏡片如果不是專用拍戲的話 會把周圍的人都在鏡片裡看到 所以會造成很多拍戲的麻煩 所以我們都會特別去眼鏡行 配一種叫做平光不反光鏡片 那可以讓拍戲的時候盡量的順利 楊師兄 你開桌的時候我是一定會來的 如果你說你家裡的那邊 你沒什麼讓人知道 我也不會大主大就跟他們說了 不過不然說 你一定要讓我知道你順利的狀況 因為我們家人對他的照顧很熟 那他是不容易說出自己困難的人 但是可能跟他在一起的朋友才能夠了解 尤其是陳師伯 我也很感謝陳師伯還有淑敏師姑 他們都有父親的照顧 不管是健康的時候或者是生病住院的時候 或者是在生活上 他們給我父親的照顧真的很多 他們就像家人一樣在照顧他 把他當成自己的兄弟 其實秋江師兄在慈濟當中 爸爸受他的影響很大對不對 我覺得 正且不論影響的大跟小 我認為陳師伯跟淑敏師姑 一直把我的爸爸當成他們的家人 就讓我非常的感動 因為大家庶妹平生 也沒有從我爸爸身上獲得任何的好處 為什麼他們要這麼照顧他 甚至也照顧我們 然後我到野嶺的時候所感受到的就是 陳師伯跟淑敏師姑對我們的熱情 因為他愛烏吉烏 因為他很疼惜我爸爸 所以他也很疼惜我們 我們一到就把好吃的東西拿出來給我們吃 野嶺裡面有的水果 椰子 所有新鮮的東西就拿出來給我們吃 毫不吝嗇 因為從他們身上感受到他就是把我們當成家人 所以真的再次的感謝 謝謝 剛剛淑敏師姐特別提到說 其實因為您生病在先 然後這個邱江師兄生病在後 所以其實你們的這種觀念上面 他一定有多多少少受到你的影響 所以當您知道他可能生病的這段期間 你又是怎麼跟他聊 然後聽到他實際上內心對待病痛的聲音 我們在一起很少談到這個病痛的事 他每次去自願回來 一回來就請十米世界打電話給我 馬上我就到家去 所以我們彼此 就是談一些上人的法或是什麼事情 很少去談到病痛的事 真的 他在醫院的時候 在後末期的時候 他就是發大怨 那時候他就說 好 他要把他的大體捐贈給我們 那個慈激大學 楊師兄差不多 他往生前幾天 幾乎天天去看他 白天也去 下午也去 結果他告訴楊師兄 他那時候可能迷迷糊糊 有點迷迷糊糊 他跟楊師兄說 我要回家法蓮 要回家紀最新 就這麼地講 結果告訴楊師兄 滿滿的這種 清安自在的情緒在面對對不對 是 真的我覺得邱江師兄他真的很心安 所以他要走的那一天早上 那一天我剛好跟楊佳約好 要到台南去關懷一個 也是腫瘤的病患 但是 所以我唱頌兩次的時候 我這告訴陳師兄 我說陳師兄 我現在唱頌兩次給你聽 還少一次 你要等著我 回來我再唱頌給你聽 結果到台南我把事情辦完了 剛好地震 地震搖了一下 很兇 那一天 剛好地震 馬上我一下子就心裡就慌了 陳師兄你是不是走了 真的馬上接到楊師兄的電話 說師兄走了 所以我趕快再回來 所以彼此的謀器就是這樣 就是從幾次接觸陳師博的過程中 其實我可以感受到陳師博 其實也是一個不多話的人 然後生活也是一個很嚴謹 自我要求也很高的人 那可是他對於爸爸之間的互動 他們的聊天 似乎話題是無所不談的 然後其實我覺得爸爸他可以跟人家 談那麼多話是不容易的 因為可以跟他聊的人其實也不多 所以我覺得師博在他心目中 一定也是很重要的地位 那從師博對他的互動當中 他也應該有去學習到如何去關心別人 然後去如何跟人家互動 從別人給他的愛裡面 他學著去愛別人 所以相對的他對家人的互動上 也有改變 也有一些改變 比以前好多了 了解 其實那時候本來想說 我這個太有什麼故事 這麼平緩的人生 有什麼 但是後來我想說 在我一生中 對 多苦多難 跌倒了 再爬起來 跌倒了 可以做一個 鼓勵作用 讓大家以後 受到什麼措斥 就不要 氣壘或是怎麼樣 我只是這樣 不然我想 我這個有什麼家族 經常真的知道 了解 用他自己可以去影響別人的方式 這也是你自己親身經歷過的一些人生歷練 請大家繼續的收看我們的大愛劇場 感恩三位今天的分享 感恩 大家回客室 和您下次見 請我再次提供 快點 久不見 期待 我們還是會開 坐 快點